支持 and I have seen some of you here you do not understand Chinese not that I know all you understand Chinese but you are still here toda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we want to thank you but the speech will be in Mandarin 让我们给那些不会华语 但是还是来支持火箭上空的朋友们好不好 我在这个八打铃 常常见到很多你们这些居民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一些节目啊 见到你们 见到你们的时候呢 要我演讲 我演讲因为这个是非政治 我就不可以讲很多政治的东西 讲麻花 讲麻花一下 讲一下行动上升空 也要 大break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终于能够跟大家畅所欲言 讲政治了啦 给一个掌声好不好啊 我们今天来到千百家村 当然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在关系到千百家村的一个新闻 一个丑闻 大家知不知道哦 最近呢 我呢就惹了官非 这边以前的北区 这个临北区的国会议员周美芬 这个威蝎 这个威蝎要告我 要告我诽谤 要告我诽谤 诽谤什么呢 因为我上载了一个video 在facebook 上载了一个video 关系到千百家村的千百家村的一幅地的一个video 今天呢 就算他要告我 我都要跟你们仔细的讲清楚 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我这手上了哦 我拿着这个哦 不是我的稿来的 这个呢 这个你们要看清楚哦 看得到就看哦 看不到就没有办法 这个 这个文件 是一个文件呢 是讲马华工会 在2007年 在赶走了我们很多千百家村 在那一幅地 他赶走了很多千百家村的村民 讲不可以在那边住 我们要零这个非法居住 赶走了我们居民 可是他们在2007年 用自己在州政府的政权 把那个地 批给马华工会 批了给马华工会 是多少钱 他讲卖给马华工会 卖多少钱 给马华工会啊 一方匙 一块钱 你们看不到哦 我这边有写 一方匙 一块钱 马华工会 在2007年 在2007年 拿了这一幅地 你们看下那个大荧幕 可以看到吗 一方匙 一块钱 他们拿了一英某的地 以前是千百家村的村民住在那里 他们拿了一某的地过后 是多少钱啊 总共呢 加买税啊 五万两千块 五万两千 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古来国会议员张燕群同志 五万两千块 一英某土地 是现在值千万 我在讲了过后 然后我们就做Facebook live 我就赶赶做Facebook live 第二天 这个雪州马华工会 reply 我本来还以为哦 我跟这个盘建委就讨论 我就check我的这个文件 你知道吗 我怕我的文件有错误啊 因为我怕 可能我看错了 还是什么 然后他们会reply 他们会回复讲 哎呀 不是 这个东西不是 盘建委会讲 你不用傻啦 真的是诗来啦 这个真的是那个文件来的 结果呢 第二天马华工会 回复的时候 他们讲什么 他们理直气壮讲 是啊 我们用一块钱 买一方程那个地 是啊 而且这个是合法 合情 合理的 合法呢 是可以理解 因为州政府 是真的可以P土地 给任何一个人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有州政权 但是合理吗 合情 合理吗 合情 合理吗 这个马华工会 用了自己的 在做这个 这个政府的权利 却 把这个地 P给自己 这样跟我讲 合情 合理 然后 周美芬 几天过后 周美芬几天过后呢 你们的国会议员啊 以前你们的国会议员 几天过后 他就reply了 他回复什么呢 我以为他也是会回复 哎呀 是我们没有做 也没有 他回复什么呢 他回复 杨美芬诽谤他 可是呢 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们 不管怎么样 不管他要告我 告到去法庭去 我都要讲 马华工会 滥用权力 抢了 人民的地 因为我知道呢 你们不会支持 以前你们的国会议员 你们会支持 现在的周议员 敢敢反马华 好不好 马华常常哦 然后我要讲 我们可能做政府 做很久 九年 很多人讲 做政府 你们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 我承认 可是我今天 可以打包单 杨美芸打包单 行动党 所有的议员 行动党 党 没有 用过我们在 雪州政府 滨州政府的政权 拿过 人民的 一副地 没有一副 一村都没有啊 一村 我们都没有 拿你的地啊 所以哦 我们常常就给 马华笑 马华笑我们什么 马华笑 或者是国政笑你 哎呦 你做了政府哦 每天还要做筹款 晚宴啊 为什么你每天 还要做筹款晚宴 因为 行动党做政府 没有 用政府的权利 把政府的资源 放弃自己的党 我们宁愿 光明正大的筹款 也不要像马华一样 暗地里 抢人民的钱 偷人民的钱 把人民的钱 赞为己有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新的政治 做政治人物 第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可以偷 马华应该不懂了 他应该是有一点 不懂啊 不然他懂的话 他都没有在马华了啊 我们讲到马华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一点 批地哦 很多政府 雪州政府 其实也有批很多地的 我们来听听听 雪州政府批什么地 刚才我们不可以靠心 注意员 Rajif讲到 我们这个雪州政府 从 从这个执政以来 2008年执政以来 我们这边都是非穆斯林 2008年到现在 我们总共批了 280亿副地 给谁 不是给公正党 不是给行动党 不是给 这个 这个 阿曼 也不是给杨美盈 也不是给刘永山 给谁 给我们的非 非回教 宗教组织 来做什么 起庙 起教堂 起新都教堂 这一些都是雪州政府 给地的东西 给地给你 做 这个 这个 宗教的事宜 让我们 雪州的子民 不是马来人 不是多数 但是雪州政府 保护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 有宗教自由 继续拜我们的神 继续吃我们的肉 继续 有些你们喝你的酒 这一个 就是我们要的政府 马华常常讲 我们要保障华人的权利 我要保障华人的权利 但是他保障了什么 想一想 华教 华教等下 这个张愿群同志会 跟大家讲更多 我就跟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 这个 他们常常讲 我们要 叫华教什么 每一年啊 每一年预算案的时候 什么系码 大家的系码 就是马华呢 就会 好像求 我们的这个武统 哇 给华教一些 拨款啊 给华教一些 拨款 我们让我们的 拨款啊 能够给 每一年都拿来求的 每一年都是做这场戏 然后求到了过后 哇就讲 马华厉害 可是看看雪州 看看宾州 雪州跟宾州呢 是制度化拨款 制度化拨款 是什么意思呢 是你就算没有求 你就算没有做戏 你每一年 都有一笔钱是给你的 不需要做戏 不需要求 每一年 政府给你一笔钱 给你做 华教的用途 这个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 大家这边 你们所有人 都有交税吗 大家都有交税吗 有了GST过后 每一个人都交税 你家的猫跟狗啊 都要交税 每一个人都交税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交税的话 为什么 我们要求政府 给我们钱 我们是纳税人 我们要华教拨款 而且我们要有尊严的 拿华教拨款 这个就是制度化拨款 雪州政府在2008年 2009年 开始制度化拨款 因为2008年的预算 是要跟之前的政府的 2008年 我们2009年 我们开始制度化拨款 那时候制度化拨款 400万 2009 1011 12 13 14 15 2016年 雪州政府讲 不够 我们要继续支持 华教 我们从400万 增加100% 800万 每一年 给我们的雪州的华校 希望我们的华校 母语教育 蒸蒸日上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得到好的教育 而且是有尊严的 得到好的教育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政府 还有很多分别 刚才我还以为我们的 这个我的同志 会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这个 在这个 雪州呢 我们有新的一个医药卡的 这个福利 如果你的收入是少过3000块 每一年呢 政府给你这个医药卡呢 你的家人 可以用500块 有津贴的 每一次你去Clinic 只要跟雪州政府登记的 你都有50块的津贴 如果你们今天是符合条件 可以去 来我们一起来 欢迎尼克米同志入场 我们的雪州 每一年都有给这个医药卡 哇 每个人拍手啊 讲那个医药卡很好 我跟大家做一个比例 那个医药卡 每一年给100万个人 500块医药津贴 用一一 OK 大家要转一转了 你的头脑啊 你要吃了东西 转一转那个头脑 用一一 我们的这个 这个医药卡 100万个人的500块 津贴 因为不是每个人用 大概一一 但是呢 你们要知道 这个一一到底是多少 很多人排庄啊 很多啊 但是我要跟你做一个比较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这一个新闻 一马公司的新闻 这个司法部第二次揭发 美国司法部 第二次揭发 这个一马公司的时候 他有讲到一个人 他有讲到这个 wife of MO1 是 MO1 一号官员夫人 大家知不知道 一号官员夫人是谁啊 你不知道 你要问你个臂的 一号官员夫人有一个 pink diamond 粉红的钻石 那个粉红的钻石是多少钱 27.3 million 2700多万 美金 如果你成四点多呢 就是一一了 一一 是给 100万个雪州人的医药卡 或者是一亿 给 螺丝嘛 买他的钻石 这个就是很大的分别 还有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 我们讲我们的雪州 很啊 省钱 但是很多人就讲 哇 可能雪州啊 你们省太多钱了 不能要用多一点 可是我们2008年到现在 我们增加了我们的预算 用 其实增加了三倍 以前是十亿 现在是三十多亿 我们用很多钱 可是我们存哦 我们给了这么多钱 存 也是存更多 我们从四亿 我们存的钱啊 四亿 存的增加了 不是两三倍哦 不是四五倍 不是六七倍 不是七八倍是十倍 我们的存款从四亿 增加四十亿哦 哇 有人找头了啊 咦 怎么用钱这样多 还是存钱这样多的呢 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政府没有贪污 政府没有偷人民的钱 所以你越用越多钱 越存越多钱 哇 你们拍 你们就拍手了 再跟你做一个比喻 四十亿是多少 又要转一下你的头脑了 四十亿是多少呢 大家又要走回去 一马公司 看一马公司丑闻了 第一次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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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这个丑闻的时候 他讲要充公啊 罗斯玛的儿子 在这个美国买的产业 还有他的朋友 这个你们每个人也认识 刘特佐 认识吗 Jolo 讲英文你们可能认识他哦 他们在美国一马公司第一次充公 的价值也是十亿美金 就是四十亿 四十亿马币 一个州政府辛辛苦苦 公开招票 不偷钱 不偷地 七年存到四十亿 一个中央政府 用一个one mdb 一马公司 数一下 一个动罢了 都四十亿 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的永三同志有讲到 雪州的预算案是中央的预算案的一%多一点而已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连接的政府还是不够的 雪州八打零的朋友 我们不可以满足于我们的州政府已经是反对联盟做的 我们要的是中央的政权 因为只有中央的政权才能够帮人民省到更多的钱拿回更多的钱把更多的钱给回人民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fight这个中央政权 我不要讲这么多 我还有最后一样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到底可以不可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哦 因为希望联盟看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苦 因为GST物价上涨到真的是不可以控制了 然后还有什么津贴没有了 这个奖学金被cut 我们去这个医院三个月的药 现在给你一个月或者是给你两个月 政府跟你讲什么 政府跟你讲 没有钱啊 没有budget 你要给budget哦 你要给GST咯 消费税多一点我就给你多一点budget咯 但是哦我们的政府哦 却有权 我们 马来西亚都没有钱吃了啊 我们政府却有权跑去美国 讲什么跟美国特朗普讲 讲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可以来这个美国要跟你强化美国的经济 我们要用马来西亚的钱买你七架还是十六架我忘记了 买你很多架这个boeing的这个飞机我们的马行亏钱都亏到乱 还要去买钱 但是他跟你讲他是没有钱的 他要跟你收GST 然后我让你看一看另外一个希望联盟可以给你什么 我们知道物价上涨都很多关系到是消费税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债很苦 很多人都家庭都因为GST的关系或者是生意 因为GST的关系而变得不好 所以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宣布哦 你们要听清楚哦 希望联盟在改朝换代的一百天里面会消除消费税 让每一个人的口袋啊有多一点点的钱 我们要消费GST 有人就跟我讲 会有人哦 很多人哦 哇 他们讲 YB 你们讲假的啦 你讲假的 怎样消费GST 消费了GST我们怎样拿回那条钱 我跟大家讲 一个故事 2008年 这个是没有人讲过的故事哦 2008年呢 这个安华 在看了这个雪州宣言竞选宣言的时候 就讲 喂 这个PKR公正党 讲要免费水 那时候哦 你用你的头脑想哦 免费水算来算去 我们10亿的这个budget 我们的预算呢 10亿呢 是没有可能可以消费到 可以给掉免费水的 然后阿华就想一想 不要紧啦 我们把这个传单放出去 因为那个时候呢 很像没有什么可能做政府 才两个州议员 反对党议员 2008之前哦 是两个反对党议员 过后呢 结果呢 雪州变天 那时候糟糕了 哎 我们要讲给免费水呢 可是我们做了政府过去 哎 算算一下 原来雪州还有很多钱的 我们现在 不只是给免费水 我们也给免费巴士 我们不单只是给免费巴士 现在在村民已经两年 免费门牌税了 我们给了这么多 还存这么多 各位巴达林的朋友们 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是什么呢 我们对未来想象 是不是局部于 哎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限制呢 不是哦 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一定要超乎的 因为只要人民 敢敢变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 会是更美好 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 美好的未来 问题是哦 你们敢不敢 敢不敢 敢不敢 但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在城市的人 哇 写大文章啊 讲没有可能了 两边都是坏的啦 不用选了 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要改革 我们要改变这个国家 一定有高 一定有低 可是我们要改变 我们就要勇敢值钱 不要看左看右看上看下 看前看后 我们要勇敢值钱 直接达到不成 打倒国阵 创造伟大的历史 改朝换代 我们不能哦 因为一个小小的人 跟我们讲 哇 不可能啦 就垂头上去 然后讲这个 哎呀 这个statistics啊 不对 就垂头上去 我跟你讲 很多人讲 有些人讲是可以 改改朝换代 有些人讲 不可以改朝换代 跟不可以 改朝换代的 一些学术的人 给我 数据的人 我要跟你讲 我们在政治 不是根据数据 我们在政治 是创造数据 创造历史 让你们这些学术者 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为什么 政治 对青年人 对每一个人 这么重要 我希望 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朋友们 都要 不要垂头上去 要继续下去 继续的相信 改变是有可能 我不只是 在那边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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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讲一讲 上一届 我们为什么会输呢 很多都是因为乡下的关系 乡下呢 很多票呢 我们拿不到 这一届就很不一样 这一届我们可以开始看到 Felda区 越来越多的马来人出来反国阵 我们可以看到以前 满环不灵的华人 也出来反国阵 尤其是马来人 我们这边有很多华裔 我们怕 马来人到底会不会反 不要只能这一次我们 all the way 重去反了过后 他又不反 这样怎么办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爸爸是马华工会的 有一点好笑了 我爸爸是死都是马华工会的 有一天 他就跟马华工会的人 去吃饭 这个会议 常年会议 开始了过后 他就跟马华工会的人 去吃饭 他去吃饭的时候 他们开完会 就去吃这个宵夜 然后有一个马来人 在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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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马来人跑去 跟那个我爸爸讲 巴鸡 巴鸡 你现在跟巴鸡 国家人 我们全部都会选 我们都会在乡下 我们都会在乡下 为什么 又在巴鸡 国家人 马来人 马来人跟华人讲 我们记得吗 十三届大选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 华人去跟马来人讲 这一次是马来人 去跟华人讲 所以我看到很大的希望 我们马来的海啸 就要来临了 马来海啸 乡间海啸 就要来临了 但是我们做政治的 很多都是害怕什么呢 我们害怕的就是 城市的人啊 漏风了啊 这个马来海啸 掀起了 城市的人 却漏风了 城市的人却 受杀了 城市的人却觉得 这个是没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 这一次 天时地利 人和 只要我们肯努力 在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叫他们出来投票 我们出来做志工 我们做 尽我们的能力 我相信 改朝换代 是指日可待的 我也相信 我们 只要我们这个世代 能够努力 我们就能够有更美好的将来 这一次的大选 不是 你的家的路 铺的平不平的大选 当然啊千百家村 刚刚铺完哦 也不是这个政府给你多少福利 也不是行动党做了50年的 这个反对党 可以不可以做执政党 这一次的大选 也不是安华 做了烈火墨西 19年20年 可以不可以做首相 这个大选 也不是马哈迪 要回来赎罪的大选 这个大选 是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 要跟我们下一个世代的人 讲一个话 60年国阵 我们这个大选赶赶换 我们跟下一代的 这个人民讲 我们跟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讲 他们看历史书的时候 可以看到 改朝换代是有可能的 就算你不喜欢我们 就算你觉得我们也不大好 但是呢 只要我们这一次改朝换代呢 历史书上跟我们下一代讲什么呢 就是人民只要肯就可以换政府 那个我们要跟我们下一代的信息就是 人民才是我们国家的老板 人民才是我们国家马来西亚民旨制度的大老板 人民不管你是黑的 巧克力的黄的 只要你是马来西亚的人民 你就是马来西亚的老板 不是我们政治人物 有一天行动党做了政府过后 不要怕我们 因为你的票最重要 因为你的票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 因为你的票 我们明天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明天明天的明天会更更更好 我们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会更更更好 改朝换代 告别腐败 为民除害 事不言败 创造美好的明天 给我们的下一代 谢谢 谢谢大家